阿伟 阿伟 你这个小懒猪 快醒醒 我们该出发了 睡觉真是好舒服 要是有人连睡觉都睡不好 那可要多难受啊 你可别说 今天我们就继续走遍一带一路 探寻如何睡个好觉的秘密 据世界卫生组织动计 全球约有27%的人有着不同程度的睡眠困扰 睡眠不足会影响人的认知表现 削弱免疫系统 还容易导致狂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等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世界各地都要对付失眠的妙招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在遥远的古代 医学家们很早就观察到 心理失衡 饮食不调 磷患某种疾病等等 都会影响睡眠 于是 聪明的虎仪家们就创造出了很多安眠的方法 你看 不仅有中药安眠 针灸凝神的疗法 还有舒舒服服的推拿按摩 补阴助眠 芳香药语 还有早饮安眠呢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中医是不是很神奇 治疗失眠的中药一般被称为安神药 品种丰富 用酸枣仁 百姿仁 远质 荷欢皮等等 尤其是酸枣仁 其安神助眠的功效 连医生张仲锦都在惊愧药率中夸赞呢 在一带一路的波罗的海洋国家 波兰 有一种可以治疗失眠的好东西 琥珀 琥珀也是续上最古老 最轻盈 最多彩 还能保存生物体千万年 为不同宗教信仰都赞赏的宝石 最早关于琥珀药用的文字记载 是出自医药之父西波克拉底 在我国 琥珀自古以来被称为神药 曹宫景在明依别路中谈到琥珀的首要功效 就是定精定神 你看 美丽的宝石也是安神助眠的中药呢 对呀 尤其是琥珀家族中的香破 就是自耐香气的琥珀 又称白蜜辣 稍稍摩擦就会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波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 立陶宛等国家也将香破宝石用于安神助眠 是不是很奇妙 大自然太神奇了 芳香疗法也是助眠好帮手 我们知道 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国家都盛产薰衣草 薰衣草具有镇静催眠 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 泰国皇室非常喜欢薰衣草制成按摩膏 进行按摩助眠 让我们再回到亚洲 冥想也是一种可以治疗失眠的好方法哦 冥想最早起源于古印度 肠肠和瑜伽结合 是现代流行的养生健身方式 研究显示冥想瑜伽功能能够强化副胶感神经活动 改善温度调节效能与新陈代谢 可以有效帮助人们放松心态和缓解压力哦 美妙的音乐也是一种药呢 早在《皇帝内经》中就记载了 音乐声调对人体的生理和情绪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 捷克 罗马尼亚 土耳其等国家 都有着各具色色的催眠曲 美妙舒缓的音乐很快就会让你进入梦乡哦 睡觉虽然香甜 可过度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哦 英妹 下次可别再拖懒睡觉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